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,国民党的江南防线变土崩瓦解了,汤温伯随即撤走,本组照片反映的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的景象,一支原本士气高昂的部队,竟沦落到如此境地。 0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逃珍贵影像记录,此时国民党政权唯一能够苦成为局的部队,只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帅,得三十余万贵系军队建制完全,其部队深受法西斯教育,颇能吃苦耐劳,机动性甚强长于丘陵地区作战,颇具战斗力素有小诸葛,支撑的白虫喜在国民党军队声望甚高,通于能力强, 用兵出色,故其军队成为国民党支持西南威局的唯一希望,但后来白虫喜统帅的三十万大军未经大战变异而在,再而三的后扯,一支最后未经决战就全线溃败,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逃珍贵影像记录,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逃珍贵影像记录,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逃珍贵影像记录,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珍贵影像记录,1949年后,国民党军队溃珍贵影像记录,1949年 国民党军队溃逃珍贵影像记录。